我们里面请哦 带看房屋 没有酒精 没发口罩 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月新冠肺炎袭击台湾 疫情延烧到2月 让防疫工具慌 就如同SARS当年 房市也开始像眼前景象 一片雾茫茫 像是海月 春节看屋人数因此受限 双北市都被影响 新连阳更是大坎五成 开始有人担心 会不会重演2003年SARS景象 SARS的疫情 影响到国内外的景气的一个复数 SARS发生时 还是房仲业协理的张世宗 时隔17年都成总经理了 但回想起过去 中顶大楼爆发员工感染SARS 集合国宅成了 收留隔离病人的区域 还有和平医院风月 只要跟SARS沾上边 附近看屋量都受影响 仍然心有余悸 很多人都对外出 或接触这件事情 大概都是非常的一个 小心谨慎 那购售屋的一个行为 本来就是要去现场看屋嘛 但也因此 面对致死率不比SARS的疫情 他反倒不那么担心 就只怕整体经济影响购屋状况 因为台湾是以出口导向 然后这个我们很多台商 在大陆都是一个制造供应链 现在这个复工的时间都一直往后演 整个这个旅游零售也受到一些影响 其实当年房贷利率约4% 现在在历史低档1.6% 另外当年房市景气正在历经十年黑暗期 如今2019年的买卖移转动数突破30万动 年责率达到8% 房市本来就在回温阶段 更何况科技发达 现在有房仲业推出线上看屋 也难怪专家们审慎乐观 除非疫情真的控制不住 半年到一年后 就可能真正出现 有感让利 房市危险 八大熊女区陈伯安采访崩倒